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你好 哈喽 赶快讲吧 赶快讲 赶快讲 好吗 许多年 九十三年的G 他往上睡不着 是什么回事 几几年呢 九十三年属G 五三年属猪的是吧 九三 九三年 九三年属什么的 G 九三年属G 他身上有灵性 他讲他梦 你从此梦到他身上有十个灵性 对啊 很多灵性的 对哦 很多 你要叫他念一百七十八章小房子 一百七十八章小房子 一百七十八章 一百七十八章啊 他讲梦中 有梦中他想帮他看骨头的耳朵有问题哦 是啊 要叫他当心的 左耳朵有问题啊 左耳朵 左耳朵啊 他还有脚趾 脚趾 也是有问题 对 颈椎 右颈椎不好 哦 哦 颈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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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年属龙的女 她就是过节啊 对啊 麻烦了 她能过吗 这个节 她现在几岁啊 自权利人 龙女 自权利人是自权报税 应该她 应该她能过的 应该她能过的 她有刚才要一时提了 对啊 大年两月 这二月 麻烦了 我说 这个节 还能过 但是过了这个节之后 就不知道了 你就是有 还能拖呀 她这个病还能拖呀 还能拖啊 我先念了 86章吧 先念 我看了 她最后一个 越国台 南 越 越股的越 国 国家的国 财 财 财宝的财 基于都宝的财 财就是 财长的财是吧 没有 发财的财 木财啊 什么叫木财啊 发财啊 是民主 哎 那个要发财啊 想发财的财啊 哦 财 他是2017年8月往生 叫什么国财啊 国财啊 夜国 夜国财 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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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国财 我说的时候是去学习 知道 阿修罗 阿修罗 他要念嘛 他那两百 你说张小房子 嗯 应该不要念了 他的颧骨很高 这个南的颧骨很高 有点像 有点脸像 有点像广东和越南人的 就是脸凹凸凸凸 特别明显 好了好了 不能再看了 你看 你们看这些莲花套法吗 你这样 看你们掉下来 18032 多少啊 18032 18 180 18032 18032 嗯 什么颜色啊 看莲花是吧 啊 莲花 莲花 啊 莲花 嗯 还在呢 嗯 还在呢 什么颜色 白的 好了好了 再见了 感恩财胆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嗯 喂 师父好 你好 嗯 弟子跟师父请安 嗯 师父同修们 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嗯 然后看一个1954年的女的 看她的身体 1954年的女的 对 50年女的数什么的 哦 对不起 那数码的 对不起 师父 你们怎么就这么几个问题 都讲不起来的 嗯 对不起 顶椎不好 对 腰不好 对 她有那个腰椎 肩盘突出 突出了第三节 到第四节 嗯 嗯 嗯 还有她那个乳房那地方 也不是很好 我看一下啊 嗯 几几年数什么的 1954年女的数码的 哦 不好哎 嗯 里边有溃疡哎 嗯 嗯 痛啊 嗯 对 她之前好像痛得很厉害的 嗯 麻烦 有点溃疡 嗯 嗯 那她这边是业障吗 要多少小房子 放生多少条鱼啊 师父 她已经有点变化了 不是太好哎 嗯 可能要动手术 嗯 哦 叫她念经归念经吧 好吧 嗯 嗯 现在 现在我看她 看她这个 这个 乳房的那个组织细胞 有溃烂了 不是太好 嗯 明白了吗 嗯 嗯 嗯 那那个 这里要多少小房子啊 师父 110张吧 哦 她念的经文质量怎么样啊 师父 那一般呢 嗯 哦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她家里面 房子旁边 呃 新建了一个两层的一个房子 她那个两层呢 建建好之后厕所就是在整栋房子看起来就是在东南角的这个位置 然后呃 呃 请师父看一下就是这里是厕所的话会不会很影响风水 她沙巴上面就是个厕所 几年属什么的 1954年属马的 女的 哦 她 哎呦 她的厨房跟卫生间也是在她的整个房型的靠当中哎 呃 对她中间是一栋那个呃 对对对 哎呦 她是原来的那个房子 哎 老房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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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嗯 那新建的那个 贴呀贴呀贴山水花呀 哦 贴山水花 大一点 大一点 哦 好的 那家里有没有灵性啊 要多少 呃 家里有没有灵性 呃佛台的菩萨有没有来 来是来过啊 天界的天界的仙人吧 嗯 哦 嗯 家里有灵性吗师父 有啊 哦 哦 左房间呢 走进他们家之后的一个左房间呢 哦 左边 左边有一个房间 里边有灵性的 女的穿的很花的 嗯 哦 哦 这个要多少张小房子啊师父 五十六张吧 嗯 哦 好的 师父还要看一个那个王仁和莲花 一个莲花是10504 在 女的 在在在 哦 莲花什么颜色啊 白的 哦 还有一个那个王 王仁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呃 王仁是和和平的和 呃 志气的志 贤惠的贤 和志贤 男的 19年过世的 请问现在在哪里 贤呢 是贤惠的贤啊 呃 对贤惠的 是贤惠的贤 对 和是什么和平的和 和平的 对对和平的和 有这个姓的 嗯 他这样写的是和平的和 和平的和 智慧的贤啊 呃 不是 是那个贤 上面一个是 下面一个心 智气的贤 和 和 和志什么 贤 19年过世的 男的 这个和字倒很少的 哦 他 阿修罗阿修罗 嗯 还要多少张师傅啊 不知道 像他这种要上去 比较麻烦一点 嗯 嗯 给他如果再念84张看看看吧 好了好了 不能问这么多了 好了好了 好了 感谢师傅慈悲 开始 他们自己也让自己背 师傅再见 哦 再见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嗯 老爸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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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鄒 哎 老鄭 哎 老鄭 bell 哎 哦,这个人讨债的,这个人讨债来讨债的,听不懂啊? 哦,就是教你念多少小房子,他就可以改掉这个毛病了。 嗯,他这个坏的脾气已经很坏了,跟你们家里小的时候教育有关系的,你们又不管他。 哦,可是妈妈也经常说他不听。 不听嘛,就是没教育好呀,要从小教育的,等到他长大了,你再教育就来不及了呀,明白了吗? 哦,就是。 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自己本身也不是太正规,所以孩子很容易学坏,明白了吗? 爸爸妈妈恒老师,我很讨厌他喝酒,可是现在谁也说得了。 那是现在,那是现在。过去的时候恒老师们就意味着不会教育呀,听得懂吗? 那怎么办啊,拍张。 怎么办嘛,念啊,现在念心经呀,叫他开智慧呀。 那小房子得多少张啊? 小房子你叫他先念84张看看看吧。 哦,哦。 因为像他这个,刚刚我看他那个图腾脾气倔的不得了的。 对对,他是虎倔。 根本不听人家话呢。 哦,对。 明白了吗? 哦,就是。 而且他的感情会出现问题的感情。 哦,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哦,明白了。 哦,还想,我还想问一下,我是75年的兔子。 你是75年的兔子。 哦。 想问什么? 我的颈椎不整得好,在多少张小房子。 哦,颈椎。 哦,你的枕头也不好耶。 哎呦。 睡觉的枕头也不好耶,老妈妈。 哦,哦。 我还年轻太想,我的声音疼一点。 声音比较老一点。 对对对。 你现在颈椎啊,要锻炼啊。 哦。 好吧。 你要多动。 而且呢,你现在主要是血液循环不好。 哦。 你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你看你的手跟脚都很冷啊,经常很冷啊。 哦。 听得懂吗? 那得多小张小房子啊,开张。 你现在念六十八张吧。 嗯。 哦,好的。 好吧。 好吧,你这个人就是不开智慧啊,脑子不开智慧啊。 我,我,我,我念,我会念的,台长。 哦。 台长,我想弄一下我家的孩子,呃,他的口腔费量,我已经送了四十二张了。 你看,呃,他的多少张啊? 还要六,还要六十张。 不是,台长。 他是,呃,09年的老鼠。 看到,看到。 看到。 你说他的时候,你的脑子就想到他的脸了,我就看得到。 哦,上一次打通电话的时候,你说四十九,是呀。 后来我还是到现在。 我问你呀,我问你一句话呀。 上次饭吃过了,你说以后还要吃不啦? 哦,哦,对。 我说四十八,台长。 我就讲给你听,你再叫他吃穿心莲。 哦。 好吗? 不要停。 好的。 好的,你说汉白是六十九张,四十八,台长。 六十张。 哦。 你叫他吃穿心莲。 好的。 每天吃三次啊。 哦。 坚持吃会好的。 哦,哦。 比上次好多了现在。 好多了吗? 你还要叫他吃点忠诚药吗?更好呀。 哦。 念经菩萨可以保佑他,但是有的时候已经到了肉体病了, 你也得吃点忠药的。 听得懂吗? 哦,哦。 好了,好了。 嗯,好了。 看了两个通宵的莲花,28139和28142。 28139。 哦,28142。 你一个个来好不好? 啊? 一个一个报。 哎呀。 28139。 在啊,这个在啊。 28142。 这个也在。 嗯。 哦,啊。 啊,啊。 好了,好了。 好的。 28142。 刚刚问的第二个,这个人比较高。 在关心菩萨普京。 哦,对对。 第一个呢,就差一点。 好了,好了。 对。 说得很对。 说得很对的。 不会看错的,你放心好了。 好,再见,再见。 哦,再见,台长。 嗯。 喂,你好。 啊,师父。 哎。 打痛了。 师父,师父,感恩师父。 嗯。 师父,感恩师父,我打痛了。 我第一次打电话就打痛了。 我学过他一个月左右。 感恩师父,你打痛了师父的电话。 念经念了没有啊? 念经啊。 哦,念了,念了。 我功课,再慢慢地做了。 OK。 你问什么,你讲吧。 哦,好,感恩师父。 我自己的,也让我自己被, 请师父帮我看一下。 我,我是1987年出生的。 数什么的? 数什么? 数兔的,数兔的。 87年数兔的。 你想看什么,讲给我听啊。 哦,我想看我的业障。 87年数兔的。 哦,你要当心哦。 你这孩子会胖起来的。 脸部啊。 那个,脸部那个喉咙这个地方啊。 还有嘴巴这里啊。 你要当心啊,慢慢都会有点肿啊。 会肿起来的。 哦。 明白了吗? 对,我倒可以了。 哎,你这个孩子们就是讲话了。 不乱讲啊。 是的,是的,师父,是的。 嗯。 要千万要当心。 还有一个毛病。 嗯。 要特别当心。 啊,你的腿啊。 嗯。 腿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累。 走也走不动。 稍微,稍微走走楼梯啊。 人都会气喘吁吁啊。 听得懂吗? 是的,师父,是的,师父。 啊,你这个, 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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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丫头, 长得一般。 但是呢,你不能去跟人家争啊。 一争的话,你会不开心的。 要随便。 是的,是的。 啊,听得懂吗? 嗯,好的答案,师父。 嗯。 要靠智慧, 让人家喜欢你。 嗯。 不是靠美貌啦, 不是靠这种, 听得懂吗? 嗯。 知道了,师父。 我就想, 我就想, 好好的跟人家观神音促到, 跟着师父,你一直捨下去。 不要偷懒哪。 老子们睡觉, 人们变得这么胖啊。 你说, 到天上去, 这么胖, 跑得去干嘛? 好,是的,是的,师父。 好了,我记住了,师父。 谢谢,师父。 嗯。 好吗,还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现在没有联系罚,我打得开。 看看啊,七几年呢? 87年呢。 你现在要赶快还是要把它超度掉,因为还在你的肠位上面。 好的,好的,师傅,我记住了。 你要记住,你这个妇科不好,有的时候正常的那个生理期来的时候,你的肚子会痛啊,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师傅。 就是这个孩子啊,明白了吗? 我知道,他也很可怜,我学合法,我学法门就是为了超度的几个孩子。 是个女的呀。 嗯,被你超度掉一个,被你超度掉一个。 嗯,是吗?太好了,感谢师傅。 你一共,一共有三个。 是的,师傅,是的。 嗯,呵呵。 我刚开始,我跟他们就是为了超度的几个孩子。 你就是稀里糊涂呀,被人家骗骗的,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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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脑残了,听得懂吗? 是的,是的,师傅,我感觉我没有主见。 没有主见了,你根本不知道谁是,根本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就跟人家好。 没脑子的,是的,是的。 听得懂吗? 是的,没有聚会。 嗯,好吧。 嗯,嗯。 嗯,大爷,师傅。 师傅,我想再问一下我的儿子李厚晨,2013年的,属龙子。 哦,这孩子你要当心一点。 以后会好,现在比较闹啊,这孩子闹得不得了。 嗯,是的,他在这时候也有点,很拒扭。 嗯,特别倔呀,脾气也倔。 嗯,嗯。 是的,是的。 明白了吗? 你这个人在感情上,在孩子上教育你,你都不能来硬的,你要稍微要软性一点。 否则的话,你会感情上吃很多苦的,听得懂吗? 嗯,我懂了,懂了,师傅。 我慢慢来,我现在就是在一边学法门,慢慢的也是,我给他们这两个孩子带,慢慢的学法门。 我也希望他们两个今天能学心灵法门。 嗯,对啊,你不学心灵法门,以后这种孩子碰到问题就会想不通的。 啊,跟你有一段时间一样,你有一段时间忧郁,你知道吧? 要忧郁的很厉害啊。 是的,是的,是的,师傅,是的,师傅。 嗯,改啊,师傅都知道嘛,你就好好改嘛,就好了嘛,对不对啊? 嗯,嗯,好了,师傅,感恩师傅,再见,师傅了,感恩师傅,能打给你的电话,再见你了。 好,再见,再见,再见。 祝师傅把你安靠。 嗯,再见,嗯。 嗯,感恩师傅。 嗯,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喂,你好,嗯,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喂? 喂,你好,啊,师傅,啊,快抓紧时间。 师傅,我看一下1928年属龙的一个老人家,呃,女的。 28年属龙的,想看什么讲吧? 呃,看一下她身体,她现在查出了恶性肿瘤,但是她90多岁了。 是啊。 她90多岁,就是家里人不太想让她再开刀,再开来开去,怕她那个会。 要走掉了,要死在手术台上。 嗯,是吧。 嗯,师傅,你看她,她这个是灵性病吗? 是的。 嗯,她的有一个男的,一个老伯伯。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她老公啊,死掉了。 她老公活着。 活着,那怎么会有一个男的在她的脖子上。 嗯,有可能她的兄弟。 她跟你们讲过了,她欠过一个谁的债。 就是说那个人对她很好的,死在比她之前。 就是过去一直照顾她的,不是她老公照顾的,是这个男的照顾她。 嗯,目前我还不知道,我到会去问问她。 你去问问她,好吧。 嗯,好的好的,要多少找小黄子啊,这个。 先念59章吧,看看看。 哦,59章,好的好的。 师傅,她现在因为九十几岁了,她求生欲很强嘛。 每次去医院她都说,医生求你救救我,救救我。 她现在可以念阿弥陀经了吗? 她愿意念吗? 她愿意念吗? 她每天念三张小黄子呢? 她是您的弟子。 嗯。 她就是,她很想说。 她现在实际上家里人。 嗯。 这样吧,帮你看看。 你别告诉她。 她还能活几年。 好。 不敢,师傅。 她几几年呢? 说什么呢? 28年属龙的女的。 现在几岁啊? 28年属龙的女的。 90几啊。 98年。 看一下。 92了。 好,看看啊。 啊,这几年都是家出来了。 嗯。 嗯。 是啊。 已经没了。 早就应该没了。 嗯。 她在。 嗯。 她在87岁的时候有过骨裂骨折什么的。 摔过。 嗯。 她。 她是有过一个很大的结。 这个结本来就应该走掉了。 嗯。 嗯。 现在。 现在她很难的。 现在她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是的。 她求生欲很强的话, 她就知道自己活不长的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的好的。 嗯,明白了。 我就让她好好的就是放下人。 对啊。 你跟她说了, 反正菩萨保佑你了。 菩萨叫你走, 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啊。 好的。 因为她们全家都修的。 全家就修的话, 实际上家里已经给她延了很多了。 对对。 是的。 我看她家里的人给她已经延了有六年到七年了。 哦。 因为一直在放生。 啊。 那就靠这个人。 六年到七年。 好吧。 就是家里还有一个人对她特别好的。 给了她。 给过她很多很多的那个功德。 是的。 是她女儿。 是的。 明白吗? 这六七年了, 已经很长了。 嗯。 好吧。 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看一下1988年属龙的女的。 最后一个问题。 她梦到她有大节。 嗯。 师傅您看一下她。 88年属什么的? 属龙的, 女的。 是啊。 她有节啊。 喂? 喂。 88年属龙的, 她有节啊。 哦。 她有节。 是大概几月份的时候啊。 是明年吗? 年底吧。 年底。 嗯。 好的。 这个要多少张小王子画铁啊? 110张吧。 110张。 好的。 好的。 她的那个, 师傅你看看她的杀叶重不重啊? 什么? 她的杀叶重不重? 1988年。 重。 要念往生重是吧? 至少两万遍。 两万遍。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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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业障自己背。 好的。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 又因为时间关系的话, 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